噔噔噔噔 哈哈哈 好 就特別興奮咩 我們等一下晚上就要來出發 巴塞隆納 我們這次要搭的航空公司就是 Emirates 然後我要去嘗試一下他們家的商務艙 到底是怎麼樣的 好 大家 我們去放棄市場吧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蔡 最近呢 出國旅遊的人越來越多了 然後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歡的航空公司啊 機型啊 機艙位 那我在當空姐的時候呢 其實就有一個願望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拿這個 一折機票 乞丐票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哪一天我賺錢的話 我一定要自己買這個商務艙 或者頭等艙的Full Fair出去旅行 那尤其是長途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達成願望囉 噔噔 我現在人在杜拜機場的 頭等艙休息室 其實現在已經是時間 杜拜時間晚上12點 然後我已經快累死了 那這次呢 我是因為要去巴塞隆納 所以呢就在杜拜轉機 那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搭 Emerist的班機 之前我都是搭我們自家航空 然後可能跟One World的聯名航空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自己出來的時候也蠻期待的 然後為什麼我不是在機上拍 是在這裡拍呢 我只能說一波三折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的商務艙 根本就是劍打出奇蛋 完全讓我出奇不易 我從台北到杜拜要去巴塞隆納那個班機呢 我自己在買的時候並沒有看機型 所以我從台北到杜拜那一段 基本上是有點嚇到我了 不是我的朋友一直跟我講 Emerist多棒多棒多棒 我就說沒有啦 怎麼可能國泰比較棒吧 說沒有沒有你要搭一次 結果我上飛機的時候 天啊這個座位也太小了吧 而且當我在畫位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奇怪 但我並沒有想太多 因為我實在就很興奮 他的座位是兩個三個兩個 就是二三二 因為通常商務艙基本上都是一二一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結果當我上飛機的時候 我自己就覺得 欸完蛋了我要拍商務艙 那要怎麼拍呢 因為我旁邊剛好有人 然後那一天的班機又比較滿 那我旁邊剛好是一個 就是台灣人但住在巴西的媽媽 然後於是他就跟我小聊起來 他就說哎呀你好漂亮啊 那of course啦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沒想到這班機這麼小 然後他商務艙怎麼是長這樣子 就是他的位子 基本上跟豪華經濟艙差不多 然後呢你前面這個袋子啊 我就覺得說他基本上 這個商務艙是要解體還是怎麼樣 然後其實我又很擔心 因為大家都是買貴的機票 就是希望可以休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啊我沒有辦法在機上拍這個東西 因為我旁邊有人 我就不想打擾到別人 然後我又覺得說 這個艙行其實覺得沒有很值得拍 然後那個巴西媽媽就跟我說 哎呀我從來沒有坐過就是 這麼小的飛機 我通常坐他們家都是A380 那個都超級棒的 大家在網路上啊 如果看到一些片段的話 應該都是來自於A380 那好死不死的 我們就碰到那個機型 因為其實 哪一個機型跟這個可能沒有關係 其實他裡面的內建就是比較舊 剛好就碰到這班飛機 就是看起來很不舒服 到空間超級小 重點是 他們要幫你鋪床的時候超尷尬 因為我是坐裡面的 然後我還要站起來 然後還要打擾到別人 然後他才能幫我鋪床 我就覺得說 啊沒關係 那我就不用鋪了這個樣子 然後餐點的話呢 就覺得還好 如果我1到10分的話 我可能只能給個3分之類的 結果他們貴壁師的餐點超級誇張的 你看這個 哇哦 感覺自己是仙女一樣 天啊 吃了一口 超級好吃的啊 OMG 完全就有精神了耶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回去從巴塞隆納納到台北的話 我一定要升等到頭等艙 好 殊不知呢 剛好 就是從巴塞隆納納到杜拜這一段呢 整台飛機是沒有頭等艙的 就是等於說 等一下從杜拜到台北 才是頭等艙 我想說好沒關係 那我們這一段就 就是舒服一下啊 就不要想太多 結果沒想到我一上飛機 這台飛機是 777-200 然後我一上去 它的座位是222 所以我就想說 也沒有想太多 搞不好就是一樣 結果我一上去 OMG 是新的內裝 直接就被嚇撒在那邊 我想說 欸怎麼會這樣子 竟然又是劍達出奇蛋 完全就是驚喜包的概念 大家看 你看這前面 哇賽 而且它的座位的皮 非常的好做 然後椅子就是還頗大的 大家看它的螢幕 跟它的置物櫃 I mean who would know 因為我已經打算說 回去可能就是 也是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旁邊的配件也是 非常的齊全 還有HDMI 可以接筆電 然後這個你看 這個窗戶完全是電動的 但缺點就是一樣 就是它的隱私還是很低 因為我旁邊還是有座人 然後我坐靠窗戶的位置 所以如果在機上拍的話 我覺得我也會很影響到旁邊的人 那可是 它旁邊其實是有一個門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即使有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講話的聲量 有時候 有時候拍Youtube 就是不自覺就會越來越嗨 越來越大聲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跟家人朋友 情侶出去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還是OK的 還不錯 那一樣啊 一上來呢 就是 他們就想要幫你鋪床 即使這個位置比較大 但是還是超級尷尬 因為我旁邊有人 等於說那個 空服員就要就是 移到那邊 就是很難幫我弄床 然後也要打擾到旁邊的人 然後我有一個疑惑點 就是說 欸 奇怪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出餐 真的 因為正常的話 我們可能 在出Course的時候呢 我們會擺盤 會擺一台車出去 然後我就問那個空服員 他就跟我說呢 他們其實都是用點餐的方式 會給你Menu 像餐廳一樣 然後再幫你送出來 因為他們所有的服務 都是By hand這樣子 這樣也太辛苦了吧 然後Service的第一道呢 就是飲料跟堅果啦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堅果呢 哇 非常多 他們也蠻專業的 不馬虎的地方在這個盤子 因為呢 這個盤子 他應該是要溫的 通常在這個果汁的時候呢 就會一起熱啦 但我不知道這個習慣是 外商才有 還是怎樣 因為也蠻多人 拍過國泰的頭等餐跟商務餐 他國泰的Service 基本上是這樣 大概就是飲品啊 Nuts 前菜 麵包 主食 然後後面就是 甜點 咖啡茶 Cheese 然後甜酒 在最後給你一個巧克力 算是一個完整的一餐 那這邊呢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你是用點餐的話呢 那就是 前面的頭盤 先選 三選一 然後點你的主菜 主菜點完之後呢 他後面會有什麼水果啊 甜點啊 Cheese啊 之類的 這個 並不是每一個你都可以來到 因為在國泰就是你每一個都可以來到 但如果你要跟他多要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 如果他有多出來的話再給你 這個我還蠻訝異的 不過我個人就是覺得說 如果少了出餐車這個程序的話 其實就會少了一道椅子 像是大家去吃就是港式小點心的時候 Dim Sama 還是會想要看到推車推出來 就是椅子感會比較重 然後也比較有趣這樣子 好啦 現在前菜來囉 哎呀 他忘了給我這個橄欖油跟醋 啊 這邊好多草 我很需要吃草 然後我們先來喝這個湯 我點的是豆豆湯 然後上面白白的是薄荷 欸 這個湯很好喝耶 然後他豆味非常鮮明 然後上面有豆子的甜味 但我還是覺得奶油應該是加的不少 然後配上這個麵包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 那主菜的部分呢 我是點五股牛小排 基本上還可以 就是飛機餐會出現的味道 那旁邊的配菜和經濟餐的味道 呃 一模一樣 如果他是從經濟餐拿上來 放在我牌子裡面的話 我應該也覺得正常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餐點的部分啊 像是國泰啊 那華航長榮跟新宇的話 我自己的評價都是比 Amerys再高的 而且高蠻多的 好 那這邊就是水果跟起司 那在刀叉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是有一定的白髮的 那可能空服員累了吧 所以 亂擺一通 味道一般般 以程序上來說 就是給不出好分數的感覺 然後最後他們還是會有巧克力的 那他跟我的油醋一樣就是被遺忘囉 好啦 最後我們來做一個總結好了 我們以算這一趟好了 他裡面的位置啊 寬敞度來講 還有他的硬體 你看這電視超級大 我覺得國泰航空還是贏 Amerys非常多的 我自己個人這樣覺得 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看呢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 台灣三大航空裡面 以CPs來講 還有服務上跟食物來講 我也覺得台灣三大航空是贏 非常多的 怎麼會這樣子 那他service上 基本上呢 他的流程並不是我特別喜歡的 我也不喜歡 即使是他的硬體很好 但是他的空間真的非常的小 就是我連機器我都沒辦法架 那像我個人在意的就是 飛機上的網路啦 他上面有幾個選項給你 如果你加入他們的會員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他們的網路不用錢 那我自己覺得說沒有關係 那我就買的好了 於是呢 我就買了他最貴的那一個 那連傳一張照片都非常的難 可是這個東西在國泰 還有在台灣三大航空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我個人覺得都是非常流暢的 就是我基本上在飛機上 是可以看遊戲直播的 那1到10分呢 畢竟我沒有搭過他們家A380 那我只能以這一次的體驗來跟大家說 1到10分我可能只能給5分 因為我覺得他的平管就是差距太大了 譬如說他飛機裡面的內建 新舊就是落差有點太大 那空腹園上面其實落差也蠻大的 因為我覺得亞洲人可能 真的就是比較注重一些美感啦 就他們比較chill 就可能跟美國比較像 所以就會有一點點落差感 那最後呢 這邊A3要給大家一點點小撇步啦 就是呢 大家如果再買機票出去 如果你是想要搭商務艙的話 你可以先稍微看一下機型 然後在選位置的時候 欸想一下這個機型是什麼 或者是詢問一下 這樣呢 你才不會期待感落差非常大 就像我好像坐了就是雲霄飛車一樣 然後有些人也會問說 欸阿菜要怎樣才會讓航空公司升等呢 通常航空公司升等的 如果你們這些排隊要升等的人 條件一樣的話呢 通常他們會選出穿著比較正式的人 上商務艙 所以呢 你有這個資格被升等的話呢 上飛機記得就不要穿拖鞋 就穿正式一點 出國如果想要買商務艙啦 或者要選擇航空公司呢 可能大家就要自己考量一下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然後就是不要像我一樣就是 啊什麼都不管 然後就這樣隨便訂 多虧我還當過空姐 我的天啊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那也可以分享給你喜歡旅遊的朋友們 那如果呢你也很喜歡搭飛機旅行啦 或是你有一些小故事啦 或是你有跟我同樣的經驗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收看大家拜拜